來介紹這款由Takaratomi所推出的 應該是日版獨佔的Leader Class的 Altimus Prime 然後它是原起版本 盒子封面長這樣 側面就是電影裡面的劇照 然後背面就是它的一些碗點的展示 還有內容物的展示 說真的日本人真的是比較會做包裝 我覺得它做得還蠻清楚明瞭的 而且它這個盒子的內襯也很好看 那人物本體就長這樣 能源服裝在手上是這樣的效果 老實說它會有點鬆鬆晃晃的 因為它的拳頭是 你要說是因為它的拳頭是可動手 我又不這麼覺得 因為它其實在這裡是有做卡榫的結構出來的 所以它這個手掌張開之後 之後造型也沒有說到很好看 我覺得問題可能是它這個柱子 這邊這個連接的柱子 它做得不夠長 它這個柱子如果做長一點 它就可以拿得更穩固了 就不曉得為什麼會出這種錯 就是這個晃晃的手感是讓人有點難受的 然後它也沒有做出那個動畫裡面 它好像有張開手掌握住這個斧頭的這個形狀 拿出SS版本的來看就會比較明顯 SS旁邊都會有這種很像手指頭的刻畫 這個 這一隻Leader Class就沒有做 它就是一個單純的能量斧 而且它這個能量斧啊 不曉得為什麼它 是這樣子非常厚的 又厚又鈍的造型 這個 是為了 避免 為了避免傷害到小朋友嗎 但是也做得太粗太厚了吧 有必要嗎 這個看過就好 放旁邊 然後Matrix 是已經裝在它胸口裡面的超大一顆 這是 在 動畫裡面是翻譯成領導母體 它的 胸口打開的結構是分成上下兩層 就要稍微這樣摳一下 這邊摳一下 然後就可以拿出它的Matrix了 不過它的Matrix 是這樣子 整個是金色的 比較不像我們熟悉的中間這邊 會是銀色的塗裝 是這樣子的Matrix 然後 因為它的手有做可以張開的結構 所以它是可以 讓它 拿住這個Matrix的 做這個可動結構 應該也就是為了這個用途啦 不然其實它這個 手四隻手指都連在一起 也沒辦法拿來擺什麼Post OK 它是可以這樣子兩手握住Matrix的 好啦 隨便擺一下就好 人物本體 外觀方面 我會覺得它這個身材比例好奇怪 它身體做得好小 感覺好像它把一個不同等級的身體 放在了這個等級的手跟腳上面一樣 我覺得這個下半身 單看這個下半身 還行 單看這一隻手臂也還行 組合到這個身體 就是超級不搭配 這個身體做得好小 這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會是這樣子的比例 很奇怪很奇怪 我覺得相較之下 SS版本的身材比例就好看很多 就 你這兩隻比對一下 你甚至 你看 這個Leader Class跟SS Deluxe Class 他們身體的高度其實是一模模一樣樣高的 單就腰到胸口 它其實是一樣高的 然後甚至連寬度 你如果從上面看 他們胸口的寬度其實也沒有差太多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比例很奇怪 很不好看 所以這一隻Leader Class 我就沒有到很喜歡 而且 它上臂平面迴轉這個關節 不知道為什麼 超級容易鬆脫耶 就是 啊 這個 可能是做工問題吧 然後它也有一個 我覺得算大的背包 Leader Class 還有這麼大的背包 而且 這個 背包之所以這麼大 是因為它會把車窗再蓋過來 覆蓋掉這個車窗 齁 所以 我覺得它的變形結構 超級 偷懶 是一個很無聊的變形結構 齁 那這個等一下再看 齁 然後它 頭這裡還有 日版變形金剛很喜歡做的換臉結構 齁 只是它沒有什麼可以捏的地方 所以就是 也是有點費力 這樣 轉一圈過來就變成肉嘴的版本了 這個肉嘴的頭雕 其實我覺得做的蠻帥的 齁 我甚至 難得比較喜歡肉嘴的頭雕 而不是 它 戴面具的頭雕 齁 齁 齁 不過我真的覺得它這個 其實並不是很好施力 戴面具的頭雕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感覺好像 它這個頭比例有點失衡還是怎樣 就 總是覺得怪怪的 但是又說不出來哪邊怪怪的 還是說是它眼睛做太小 齁 不知道 就 難得我覺得它 這個 肉嘴的版本會比較適合這個頭盔的外框 可動度方面 頭是一個簡單的球關 抬頭這麼一點點角度 沒辦法低頭 旋轉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 旋轉 然後它的上手臂的平面迴轉是做在這邊 這個蘑菇頭 這也是我比較不喜歡它的一個原因 因為它上面這一大塊上手臂不會跟著轉動 所以轉它的上臂迴轉 老是會覺得它很僵硬很僵硬 那 相較之下 又要拿出SS版本 SS版本的上臂迴轉 就是它可以利用後面這一節 讓它的上臂跟著轉動 所以擺一些pose起來 還不會覺得它那麼的僵硬 就是 相比之下 SS這一隻 超優秀耶 怎麼會這樣 那手肘 90度 就是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驚喜的90度 拳頭可以旋轉 可以張開四根手指連在一起 這個真的就是純粹為了可以握住matrix而已 然後 腰可以旋轉 那 解開它變形結構這裡的固定啊 也可以讓它有彎腰關節 就是把這邊拉開 可以利用這樣子來擺一些彎腰pose 借個角度拍個照什麼的也是沒有問題的 腿前踢 可以踢到超過90度 聽這個聲音它應該是撥片齒輪的結構 就應該沒有用到彈簧齒輪 然後 側踢就沒有齒輪結構了 但也撐得住 它都不會 就是它都不會掉的 然後大腿平面迴轉 有的 膝蓋彎折 一重關節 稍稍 差不多 這樣這樣好90度這樣 然後 它的腳踝關節 有做接地 可是 它整個會被這一塊造型卡到 所以它的接地角度偏弱 齁 很讓人不滿意的手感 真的是偏弱 那 可以上下彎折 腳掌沒辦法獨立旋轉 腳後跟也可以稍微的下折 這個是變形的關係 可以利用這樣增加一點接地力 齁 所以 它 就是 一個 中規中矩的 可動 表現 而已 齁 要說 好的話 就是它有 這個腰部關節 可以拿來做彎腰啦 只是 這也是變形結構 齁 那 剛剛也講過它的變形結構 本身偏偏又偏無聊 唉 好啦 好處是它有一個機關是在 背後這裡 齁 只要 從這裡啊 往上推一下 齁 它就會自動彈開這個 肩炮 齁 但相對來講 它 就是 就有可能會像這裡 這個 這個 關起來的結構沒有好好的固定住 它就會彈開一條縫 齁 就有好有壞 齁 但這個 結構是還蠻好玩的啦 因為 它不是單純的彈出這個砲而已 它是肩膀會自動往旁邊閃開 讓位 齁 那相對來講就是 要收起來的時候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 把這個砲彎進去的同時 把這個肩膀往裡面推 讓它扣上固定 好 然後 旁邊這個煙囪也是可以往下轉的 齁 在電影裡面也有拿它來噴火 齁 算是蠻 有意思的一個 攻擊武器 好啦 來看它的變形結構 首先 就是它的腿 就是一個 毫無任何驚喜的 合體戰爭式的收腿 而腳掌往下折 齁 腳後跟收起來 腳掌往下折 然後 欸 它的右腿比較麻煩 就是要搓指甲 從這個縫這裡 把指甲摳進去 搓一下解開 齁 它其實有特意留凹槽 方便你摳 齁 然後 裡面這一片深灰色的 也要再把它翻出來 這樣 然後 手指直接進去挖 解開這邊的卡扣 齁 它是這裡 咦 這裡有一個小凸起 扣住這邊的凹槽 就真的是合體戰爭式 把它往下挪 這裡 卡扣結合 這樣 另一條腿呢 會比較好摳 因為它在這裡 直接做了一個凸點 兩邊 這裡就一樣 直接手指伸進去 挖一下 頂開它 這樣 那 這兩片深灰色的零件 就是 稍微對一下角度 其實我覺得這裡還蠻難結合的 就是 它 它在這邊這兩片深灰色的零件 要結合還做了一個 一上一下的卡扣 唉 好啦 與此同時 背後這兩片呢 這裡這個 凸出來的結構 就是要扣進另一條腿 這樣 扣一下 結合 然後 然後 腰 解開這一堆卡扣 啊 腰要轉180度 剛剛忘了 隨便啦 然後 背後這一大坨東西 可以把它往後扯解開 它深灰色這邊有兩個小固定 轉180度 然後上面這一片 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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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無所謂 這一隻真的我就是玩到覺得 啊 這 這都無所謂 這都無所謂 轉180度 好 那這邊翻開 這個腰也拉開以後 它的頭這裡才有空間可以往下折 然後 它 內部 就 藏著它的車頭的一堆面板 就把這些面板翻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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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裡 左右這兩片把它往內推 它變成人形的時候要往外 這樣子 這 這一片才有空間可以往下折 那變車型的時候就是把它往內推 推到它這邊卡住 這樣才是比較漂亮的車型 那其實它之所以會那麼大的背包 就是因為它這整個車頭都收在它的背包裡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變形結構 真的是有夠無聊 唉 手 這樣 往後折 拳頭捏一下 好 然後 從它的肩膀這裡往下解開 這一片深灰色的要把它盡量的 往下壓 然後 然後呢 手臂就是轉一下 轉成這樣 就是把它的拳頭往裡面藏 那這邊也不用特地去記說要往哪邊轉 反正你就是 轉到它拳頭可以藏進去裡面就對了 這樣 然後 然後 這邊 兩個手臂就有卡扣可以結合 這裡結合好以後 手肘這邊 這個凹槽會來跟腿這裡的卡扣結合 那這邊其實我覺得還蠻卡的就並不是很好扣 然後 然後 這一整片 就 往前面蓋下來 齁 啊 就沒什麼技巧 就把它硬蓋硬扣就對了 齁 就可以看到其實這裡 它 這兩片還會跟這個胸部的寬度 是會互相卡到 它只能藉塑膠的韌性把它硬卡過去 這個設計真的是不美麗 這樣 好然後 手臂這邊 就再稍微調整一下 把這裡這個小 凸點讓過去 然後扣上 好這樣 最後就是 這兩片小零件往前摺 跟這裡有一個凹槽結合 這兩片小零件算是一個簡單的摺醜零件吧 這邊調整一下角度把它扣上 這裡就是稍微頂一下 讓過這一片紅色的零件 就這麼簡單的結構 它還會這樣東卡西卡的 其實也是讓人玩得還蠻火大的 好 這樣最後就是 煙囪 往後轉 變成朝後面噴射的 噴氣口 然後這樣變形就完成了嗎 沒有 上手臂這裡 還有一個輪子可以翻出來 好這樣變形就完成了 耶 超級簡單 而且真的是相對來講 沒什麼樂趣的變形過程 然後還有一個很尷尬的點 是這個車頭 它特地用一個假的車頭造型 把它胸口的造型遮起來 但是這個車頭的造型 據說是奧利安派克斯的變形版本的車頭 而不是它升級成 柯伯文之後的那個車頭 這個可能要再更仔細去看動畫電影 才看得出來了 但 總之玩具的表現就是這樣 它特地用一個假的車頭 把真正的胸口蓋住 結果胸口才是 它應該要有的造型 然後這個是錯誤的造型 太尷尬了吧 TAKA TOMI 不知道是他們自己內部人員 搞錯了設定資料還是 還是他們又被 動畫公司又被海之寶表了一把 給了他們錯誤的資料 車子本身滾動性 超級優秀 Super優秀 很滑順 然後在車型這個機關 也還是可以順利擊發的 就這樣 這一隻唯一的可取之處 可能就是這個機關好玩吧 就老實說我對它真的是蠻失望的 因為它的變形結果真的超級簡單 然後 就是沒有什麼驚喜感 沒有什麼樂趣 就是這個 包片片收車頭 這個我們在圍城啊 或者是地球崛起都有看過類似的設計了 新電影那個Reactive也有類似的設計 然後腿部更是沒有任何 設計可言 就是個合體戰爭 合體戰爭到現在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年了 啊 好啦 那這一隻就是這樣 真的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就是這個 彈射機關啊 好玩啊 好不好 有考慮這一隻的 我是覺得其實它真的各方面表現 反而都不如SS這一隻Deluxe等級 SS這一隻還更精彩 好啦 那就介紹到這邊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